大家好 我是油油 这两天感悟特别的厉害我感觉要下蛋了 白色的这个芙蓉是一个公鸽子 里面那个棕色的是天使 天使小母鸽 早一段时间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我说朋友们我们来配一下看到时候能出啥样的鸽子 有的歌也就调侃我说 之前配的那个舒拉也不漂亮就别配了 配出来的歌子都没有用观赏价值又不高 就是满足了好奇心 其实我听这位歌有一讲呢我思索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的 关键的是占了我一个笼子 他俩占了我一个笼子 有朋友们要是有缺少母天使的或者是白芙蓉的工也可以来找我 可以给朋友们打折 现在目前的话是可以走物流 家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黄元环工的 有喜欢的也可以来找我 换个粮啊 确实是这样的 占了我一个笼子 我感觉到就 性格 这个都挤在一块儿 外面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公的 要不然的话 我可以把这几个公的分开 就少打架了对吧 现在已经拿开了 拿开了两个这上面有一个 这个也是公的 这里还有三个母 因为没有办法嘛 我就是把另外的两个母给分开了 先让他们熟悉彼此吧 后期要是配对的话 愿出就出不愿出拉倒 最起码不要放在一起打架了 是吧 这边的这个也是 刚给它关进来 这两天要打架呢 你看看 只要一打架就没好事 废面都打变了 废面都打变了 打得拉稀了的 有喜欢观赏歌的朋友 记得联系我啊 还有一个就是 有朋友喜欢性格的 也可以来找我 为啥这样说 我有一个兄弟啊 他家里面有差不多20只 成绩歌 他要出门了 家里面没人照顾 养在乡下 老妈住在城里 三天给他回来喂一次 也特别的麻烦 要是有喜欢性格的朋友 也可以来给我讲 我可以推荐给你 这个我可以担保的 绝对不会是骗子 但有些地方 还是目前 他那边就是说 快递也发不了 他指定区域 比如说 江浙户可以 广东可以 对吧 还有几个地方是不可以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他那个性格绝对都是大值啊 很便宜的